要不你俩在一起得了 正好范青春缺一女朋友 别别别乱说是什么 胡闹 还害羞了 把产品明天门上的 是不是偷偷的理工宅 你个傻大哥又不带钥匙 是不是 早啊 阿德 小师兄 早 早 早 欢迎欢迎 有新人啊 师兄好 早 好 那个随便进随便坐 我上个厕所 好的 随便坐 都是老熟人的 咱们知道 冒冷来出前女孩 没事的 他们两个本来也没有事情做 等你跟他们熟了你就知道了 他俩 妥妥两个理工直男 绝对是人最佳美丽 那你看 你看 你看 能用手画卢螺螺丝方块的 绝对不是这张男孩 我看 师兄过来啦 你怎么好 我看 你怎么办 你能用手机 不试 你拿着 别试了 又不试 我去 不试 你钱 那有呢 咱们当师兄们 当然要义务公司 对吧 周子 给你们倒水喝啊 我帮你 陪练 怎么个陪练法 就 带着脑子说还得行 那你不明显 难为我们家范青手吗 谁这要是 人这不要是 你这字写得真好看 还可以 师兄 那个 如果你们很忙的话 其实不用帮我做陪练的 我自己一个人练也行 我也是没拉过来的 不太想给你们俩添麻烦 要不我上 大姐的对手是四颗 理工最强的大脑 铃铃压力质巧舌入黄 那再加上 饲银师兄亲戚的脑回路 方能出奇之神 你对 我没有不乐意啊 倒是你 一连写着不情愿 如果不想找我当陪练的话 就直接说出来 不能因为别人替你安排好了 就勉为其难 做事情 要跟随自己的心意 而不是别人的心意 我的天哪 这俩人长得实在太像了 我就说大姐看着像谁 这不跟我们家肘子 长得一模一样吗 你看 他俩连推眼睛的动作都一样 要不你俩在一起得了 正好范青春缺一女朋友 别别乱说事 胡闹 还害羞了 小鱼你说是不是 他俩是不是特别搭 哦 好像是吧